哎 这和紫山嘛 干嘛去啊 我们已经分手了 干嘛去关你什么事 哎 不是什么在那连话都不能说吗 那孩子谁的呀 反正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呀 你管他都是谁的呢 反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如果这孩子是我的 你可得告诉我 我养他 都跟你说啊不是你的 哎 我跟紫山分手还没到一年呢 他怎么就有孩子了呀 不行 我得跟上去看看 姐姐姐 我刚刚碰到大红了 什么 那他知不知道这孩子是他的 我没告诉他孩子是他的 我就跟他说 这孩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智山 你一定不能把这个告诉大黄的 你知道吗 要不然你们两个都没好处的 这个大黄就是个黄巴蛋 姐 我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的 你放心吧 嗯 那你先进去休息吧 这个孩子是我的 什么 他们还不打算告诉我 我 是要 装作不知道呢 还是要过去问问呢 好纠结啊 算了 我是个男人 我应该负责起这个责任 我是过去问问的吧 怎么是你 你来这里干什么 姐 我是来看我这孩子的 什么孩子 这里没有孩子 姐 你就别骗我了 刚刚我这偷听到了 这山手里抱的那个孩子 就是我的 紫山抱着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走吧 姐 我就是想来看看我的孩子的 紫山 你出来 你出来让我看看孩子吧 紫山 你现在想起来看孩子了 你可知道紫山为了这个孩子 受了多少苦 村里的人都说这孩子 是没爸的孩子 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啊 姐 你放心 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想把她娶回家 以后 一定会对紫山好的 你是个要钱没钱 要工作没工作 你还想把我妹妹娶回家 你做梦吧你 你走吧 姐 我是那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就有义务养她 姐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以后 一定会对紫山和那个孩子好的 你就原谅我吧 我给你跪下了 你让紫山出来见见我吧 晚了 我妹妹这辈子是不会原谅你的 你滚吧 姐 你出来干什么回去 姐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大华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孩子付出了多少吗 你说让我原谅你就原谅你的 紫山 我已经知道回改了 你跟我回去 我以后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工作 挣钱 养家的 你真的知道错了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 紫山能够跟我回去 以后 说什么 我都照做什么 行 那我给你提三个条件 好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答应 一 以后不能再胡混 跟你那些胡朋狗友 不要再联系了 第二 跟我妹妹结婚之后 你要好好对她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三 你要把她风风光光的 娶回去 好 我都答应 我一定 会把紫山风风光光的 娶回家的 那行 你回去准备吧 好 紫山 你在家等我 我回去准备 你一定要等我 我 紫山 你看 这小孩也不能没有爸爸 是啊 我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 是啊 只要大黄 她知错能改就好了 以后你们结婚了 就好好故意做吧 嗯 知道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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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